小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闫老师给你们带来几个新的朋友 他们都是谁呢? 我们数123 让他们出来好不好 123 第一个是 他是谁啊? 他是圆形 圆形宝宝 闫老师讲圆形 我们再多讲一次 圆形 我们把圆形宝宝放在白板上 然后 我们现在要拿 这个是他的名字 圆形 每个小朋友都有名字 他也有名字 圆形 他的名字 圆形 下一个是 是谁啊? 三角形 看 为什么叫三角形? 因为他有 一二三三个角 所以他叫做 三角形 可以要是讲一次 三角形 好 把三角形 圆形的旁边 然后我们要看三角形的名字 三角形 把它放在三角形的下面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他有点害羞 他不想出来 我们鼓励他一下 好不好? 我们讲 你快出来 你快出来 我们很喜欢你哦 好了好了 你快点出来 来 一二三 出来了 我是正方形 正方形 正方形 小朋友可以要是讲一次 正方形 把它放在台板上 然后我们拿出 这个 他的名字 正方形 正方形 好 放在这边 小朋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一二三 三个图形 宝宝 分别是 圆形 三角形 正方形 你学会了吗? 那现在 严老师给你们留一个任务 你们在家里啊 找一找 什么东西是圆形的 什么东西是 三角形的 什么东西是 正方形的 然后来告诉严老师好吗? 严老师等着你哦 再见